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有钱任性的蝙蝠侠更新了装备 在香港灯火辉煌的背景下 炫酷拽霸地绑了刘经理交给警方 哦 帅 帅 帅人一连血 警察根据刘先生的供诉起诉了黑帮 此时小丑为了让蝙蝠侠现身 暗杀了警长 法官 并以全市民众的生命安全为要挟 逼迫蝙蝠侠现身 在小丑将下一个目标 放在蝙蝠侠的心上人 也是丹特的女友身上后 大祸终于坐不住了 丹特现身表示自己就是蝙蝠侠 小丑中计向杀死丹特 却被蝙蝠侠逮捕 这中间还穿插了蝙蝠侠的路灯收割机 摩托车跑酷等 一系列满分装逼的炫酷表演 小丑在被审问中表示 你们这群落伙根本不懂这世界 靠着人性的善良和道德约束 来统治社会 简直太傻 太天真 所以 导演 你想在这部商业大片里探讨人性 同时 他还暗中绑架了丹特 和其女友瑞秋 分别放置城市的两端 蝙蝠侠选择去救瑞秋 咯登选择去救丹特 然而 小丑却故意将地点说返 蝙蝠侠救了丹特 但丹特却不幸被火烧上了半张脸 高灯没有救到瑞秋 他在爆炸中身亡 丹特因瑞秋的死陷入疯狂 他拒绝治疗 并在小丑的山峰点火下 成了双面人后 开始一一寻找相关警察复仇 与此同时 小丑向众人宣布 整个城市在夜晚来临时 都将受他的统治 并表示所有桥梁和隧道的安全 都将受到炸弹的威胁 政府不得不用仅有的两艘渡轮撤离群众 可悲剧的是 连渡轮都藏有炸弹 而自救的方法就是看谁 先将对方渡轮引爆 关键时刻 蝙蝠侠出现 他制服了小丑 却从他口中得知 丹特绑架了戈登及其家人 并带他们来到了瑞秋死亡之地 蝙蝠侠匆忙赶去 顺利救下戈登一家 为了维护整个城市的稳定 和维持丹特在市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 蝙蝠侠决定替丹特 扛下谋杀警察的罪名 电影的最后 戈登发布了蝙蝠侠的通缉令 同时授予了他黑暗骑士的称号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罢了